游伯碑将在2021年10月9日10月17日在丹麦奥胡斯举行,头号种子日本队签运不错,国语稍稍差一点,但这两队会失决赛的可能性是最大的,而且苏迪曼碑未入选的三名主力奥远希望,那哭彩辅导游记,重新征兆进入游伯碑大名单,不过最新消息奥远希望,志田千阳一商退出大名单,志在未免的日本队难度不小。 游伯碑双方大名单,国语大名单,单打,陈宇飞,河滨交指仪,韩月千玺,双打,黄东平,陈清晨,贾一帆,郑宇,李温妹,游玄炫,夏玉婷,日本队大名单,单打,奥远希望,山口欠,高桥沙野家,大哭彩,高桥明日香,双打,志田千阳,松山奈未,松本麻佑,福岛游记,东野游杀,松永美佐记。 先论单打,第一单打,陈宇飞对山口欠,实话说奥远希望的重新征兆,再到殷商退出,让世界第二与第三的对决变成与第五山口欠的争锋,反而难度更大了些。 苏迪曼杯决赛中陈宇飞0比2山口欠,让大家大吃一惊,事后陈宇飞坦言有点累了,确实很多比赛都是打满三局,影响了竞技状态。 两人之间的交手记录陈宇飞8比10落后,不占上风,山口欠号称日本小马达,个子不高速度很快,机球很猛,球风顽强,体能很好仿佛有史不完的劲,如果陈宇飞拿下山口欠,足以锁定胜局,日本队获胜希望渺茫。 第二单打,河冰娇对高桥杀也加,不用面对山口欠确实减轻了河冰娇不少压力,奥运会能够逆转奥元希望进入四强,面对世界排名落后于自己六个身位的高桥杀,也加还是有优势的,但关键战河冰娇掉链子的事情不止发生一次,谁输谁因很难说。 第三单打,王指宜对大哭彩,王指宜目前手握三个女单冠军,还有17点21分,21点11分,26比24暴冷险胜伤口欠的战绩,2019年世界排名从200名开外杀到前20名,一年至内掌获6贯,目前世界排名在18,大哭彩曾是日本队的实力与颜值担当,但自2017年拿到单项冠军后,状态下降很多,2021年1月还被贬入逼队,不过如今入选大名单不知是状态回暖, 还是人缘商缺 再说双打,由于日本队的之前谦阳退赛,整个双打组合都需要重新排列,世界排名第一的日本组合广田采花,福导游记者来了一位,看来是要组新组合了,反观国语凡尘组合,世界排名第二,再加上李问妹、郑宇,世界排名15,刘璇璇、夏玉婷排名21,都是年轻组合老搭档,对上阵容不完整的日本队还是有很大胜算的,总而言之,周日交锋,国语的机会挺大, 再言之,将由博贝带回中国的机会也很大 声明